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Metalab 这是不是就是Metalab 对吧 然后加一个Plot Plot它的意思就是绘图 它实际上就是模拟的这个Metalab的绘图形式 还有一些SK Learn这些 这些模块对于学这个数据分析呢 你肯定都是要掌握的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视化模块也是非常优秀 我们只是给大家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 那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正课 正课呢我是有准备这个课件的 课件总共是分为四个部分今天 咱们给它进一次分割好吧 这是先浏览一下 绘制简单的折线图 这个是随机漫步 随机漫步呢它主要是讲的是项目实战 就是该怎么来绘制一个图形 需要的都是哪些东西 还有这个呢是我们的进阶 进阶的时候呢 主要涉及的比较高级的那些图形该怎么来绘制 我们首先呢从第一步开始 安装这个模块 然后把这个大纲锁进一下 安装MED的PolarLab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有没有同学使用Windows系统的 Linux系统 Linux系统可以Q1 老师可以再发一下Linux下Python语句吗 哪一个Python语句啊 这个对吧 可以发给你 现在呢对于这个Ubuntu系统 Ubuntu 17.0 它是内置了Python2和Python3 所以呢你都可以使用这个 安装你的Python3版本 Python2呢你把这改成2 不写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地方不写对吧 Python2.7 如果你想安装在Python2.7里面呢 是不用安装的 用Ubuntu系统呢可以Q1 有吗 用Ubuntu系统呢 还有的对吧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对于学习Python而言或者想就业的话一定要把这个Linux系统玩得非常好 我也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开始学习Linux系统 Install MetaPro Lab就用这句话就可以了 当然呢 这个地方呢你要安装三版本的话 它应该是Python3 就是Pyp3 才安装的是安装到你的Python3里面 如果是你是二版本的话 直接使用Python就可以了 它安装到 就是安装的是Python2版本里面 因为我们的Linux系统下面呢 它是有两个两个版本的 为什么要学啊 我先告诉你一定要学 你就别管为啥了 企业级的都是运营为在运行在这个Linux上面的 它的优点好多 你可以尝试摆兜一下 可以吧 如果说这个呢 对的 后期开发都是Linux系的 如果说你的安装过程比较慢的话 对于Linux用户 当然呢 对于这个Winz下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复制一下这个命令 你现在就可以安装 就是大家现在就可以安装这个命令 它是可以直接安装的 我是采用了什么呢 这种安装方式就是我安装的是Python3里面的 Python3 Metal for Lab 然后 它是Internet 网站呢 是这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 大家可以看出它是轻滑的是吧 它是轻滑的镜像 也就是我们国内的 为什么采用这一句呢 我们安装的时候呢 就是以前安装的这个模块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采用这种方式 对吧 但是现在呢 我们要使用这种 加一个这个 就是相当于换源 这是一种换源方式 豆瓣清华大学 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诶 这两个是一个吧 这两个是一个 一个网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写错了 这个很抱歉 有没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同学啊 有没有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啊 很抱歉 这是在Linux下安装我们这个模块 我们今天呢 会使用到这个模块 我建议大家呢 现在如果你有Linux系统呢 你现在可以安装 那肯定大部分的同学是Windows系统 对吧 Windows系统呢 我给 该怎么来安装呢 在Windows下我们可以 采用PIP安装 这个PIP安装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在安装的过程中 有同学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它没有PIP 就是PIP 这个东西或者说 对于你这个新手而言啊 你肯定要先了解这个PIP是啥 它是我们Python里面的一个包管理工具 它主要用于管理Python的一些模块 那我们的PIP PIP 我们通常是怎么这样来安装一个模块 PIP install 就是install一个模块 install mat P-L-O-T-L-I-B 我们想安装这个模块的话 直接回车 我的电子上应该是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它谈出的是这种内容 这种情况下呢 应该是已经安装过了 我不用再安装了 如果说你没有安装的话 你可以采用这个命令来安装 就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当然呢 如果你想快的话 在后面给它加上你的 我们的原地址 就是我们国内的原 我们国内的原地址 我们国内的原地址呢 上面这几个原地址都可以 我们采用的是清华大学的原地址 这句命令也可以发给大家 对于Windows下呢 我们一般安装的是一个版本 当然有同学是安装的两个版本 我这个怎么不反应了 难得又要翻车吗 这个FF同学 你的命令可能要升级一下 你这个可能要升级一下 你就用这个命令来升级一下 应该可以 你尝试一下 用这个命令来升级一下 我这个也卡死了 不管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已经安装了这两个模块 那我建议大家呢 现在打开你的这个CMD 也就是命令行提示符 然后安装这个模块 好吧 那已经安装过的同学 或者说正在安装的同学 可以Q1 我把命令再发给大家一次 这个应该都很简单的 有一些基础的同学 他肯定都会 就这一句命令 直接复制到你的CMD里面 就可以安装了 安装了对吧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测试 如果说你已经安装好了 那我们 这个接下来该怎么测试 你安装了呢 我们可以采用这句命令 这句命令呢 大家注意 我前面是有三个兼口号的 就证明了 我进入了是Python环境 你如果没有进入Python环境 你是不能这样执行的 我先进入这个Python 进入Python环境 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在你安装的过程中呢 你不用采用 不要采用这种方式来安装 用这种因死到 Python环境 Python环境 执行的 什么MAT POT 这个LIB 你不要这样安装 它肯定是出错的 因为这个PIP 它是要在Python外面来安装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安装 这个汇图的软件包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刚刚敲入的命令 然后呢 回车 回车以后呢 它在第二行 啥也没有出现 对吧 这种方式呢 就代表我已经安装了 并且已经安装成功了 这句话也说了 如果说没有出现 任何的错误信息呢 就代表你安装成功了 想问一下 初学者用哪个班人好 初学者呢 用Python3会比较好一点 是的 用Python3 这个麦歌传说也很厉害啊 用Python3 那我们接下来呢 已经安装好了 咱们就打开自己的编辑器 开始画一些简单的图形 咱们从安装 一直到高级的模块 好吧 一步步来学 我今天打开这个PyCharm 大家都使用的是什么 这个麦歌传说同学 他使用的是Anaconda 这个是很好的 我也推荐 算了不推荐了 大家可以采用这个 因为我以前也采用这个 它比较方便 尤其是对于这个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这方面领域呢 是可以非常方便的 绘图啊 这些数据的分析啊 都非常方便 对的 我是Maya老师 那我们来 这有一个文件了 对吧 咱们就在这个文件下面建吧 不用VS Code了 因为VS Code这几天 它好像更新以后 有一点毛病 好 我们接下来呢 绘制一些简单的折线图 大家不用抄这个代码 因为我会 就是 时不时的把这个代码 发给大家 主要呢 是听它这个 绘图的流程 绘制简单的折线图 简单的折线图呢 我们刚刚已经安装了 这个Metable Lab 然后呢 把它导入进来 导入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采用这种方式导入 对于刚学 刚学习的同学 咱们直接把它复制到 这个代码里吧 对于刚学习的同学 你也可以 学习一些关于 Python里面 这个导入模块的知识 导入模块 然后呢 点 记住不要忘了 这有个点 pyplot 就是Pythonplot Pythonplot 里面呢 它有我们好多的 汇通函数 就是这个 Metable Lab里面 它还有一个 这个方法 它主要呢 用于 这个里面 有好多我们想要 绘制的东西 就是任何图形 绝大部分图形 都在这个里面的 所以呢 我们给它取一个别名 这个S 它的意思呢 就是取一个别名 我们叫做 Plt 目的是为什么呢 那能不能不取别名呢 可以不取别名 那它取别名的目的是干嘛呢 因为它比较长 对吧 它比较长 然后呢 我们给它取一个短的名字 我们就不用再反复的打这个Py Py Plt 不用反复的打这个了 这是我们S的作用 取的是别名 然后下面这个呢 是复制一个变量名 变量呢 是从149625之间 一个变量 然后呢 我们进行绘制 这种绘制图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图形呢 它有一个X轴和Y轴 对二维图形呢 它有X轴和Y轴 那X轴和Y轴 我们只有这个X轴和样 对吧 我们只有一个轴 其实这个是个Y轴 X轴呢 如果你不指定的话 它是默认的 没有安装Python的图形 没事 等我们讲完课呢 你可以拿到我们本节课的视频 想要获得本节课的视频呢 可以找我们的小夕老师 他也有这个安装的 安装Python的视频 大家可以找他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了一个绘制 把这个参数呢 放到这个Plot里面 进行绘制 绘制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加上这句 那如果说不加上的话 咱们先看一下吧 先看一下绘制的图形 长成什么样 运营这个程序 好 现在呢 已经是绘制出来的这个图形 它是一个线形的 对吧 它是一个折线图 可能看起来有些平滑 但是呢 它其实是一个折线图 那这个折线图 它已经 这是一个点 这是一个点 它已经给它连 自动的连在一块了 这是 简单的绘制图形 还有我刚刚给大家说了 如果不加这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不加这个 那情况很严重 你看 我们的进程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产生图像 对吧 这句呢 是新手 尤其是经常犯的错误 他不加这个东西 然后问老师 为什么我的图形没有出来 那可能就是这句 你没有加上 这句呢 大家加上 就是把这个图片给展示出来 我们再来看一次 展示出来以后呢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图呢 它是 它是这样的 0 这个是1 对吧 我们本来是想计算 1的平方 2的平方 这种3的平方 4的平方 5的平方 对吧 你看它是从0开始的 就是Python这个 Project默认呢 它是从0开始 0 如果我想从1开始可以吗 也是可以的 你看 这是0 这是1 这是2是一个节点 那我想现在从1开始 然后1的平方 2的平方 一直到5的平方 那你就需要 再指定一次了 就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单变量的绘图 单变量绘图呢 它其实只相当于一个外轴 就是一个外轴 来绘制 这个 Project 是打开 MetaProLab的查看器 来显示 我们想绘制的图形 那我们来 接下来呢 可以看一下 这个校正图形 这一块 这个等会再跟大家讲 想修改呢 等会再跟大家讲 我们现在呢 想绘制两条数据 两条数据呢 大家可以 加两个就可以了 一个是X轴和Y轴 这个是X轴 X轴和Y轴 这是输入的一个变量 是X轴 这是我们刚刚的变量 它是 都是列表的格式 大家注意 它都是列表的格式 然后呢 这个是X的位置 第一个变量 是X的位置 第二个变量的 第二个参数 是Y的位置 然后我们 细心的话 你可以发现 我们再来指定一个东西 它叫做线的宽度 就是LAN 我把代码给大家发一下 LAN这个 哎 代码只能发这么多吗 我应该把所有的代码 都发出去来 啊 没了 复制纯温美 只能发这么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东西呢 它叫做线的宽度 只是绘制线的宽度 我们等于5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应该长成什么样 这个 这句就不要了 对吧 这些都是 最简单的绘制图形 来运行一下 你看 现在呢 是不是比刚才已经宽了 对吧 对了 这是自己设计的 你5 你是4也可以 你是2也可以 你根据你的感觉走 你想要让它 你想要多粗就多粗 想要多粗就多粗 然后呢 我把这个东西截图 给大家发一下 接图 好 好 这些呢 都是一些简单的 那我们 接着往下讲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地方 修改我们的标签文字和线条的粗细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也想绘的图 有时候可能感觉不好看 对吧 那我们可以修改它 或者是呢 增加一些东西 比如说 可以增加一些标签 还有呢 增加一些这个 标题 设置我们图表的标题 给这个坐标轴呢 加上标签 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有没有同学是在大学的 是在大学里 你肯定是 要写这个论文的 对吧 你写论文的话 你肯定 你们导师呢 在这个地方肯定会难为你 因为他这个 线的宽度呀 这些指定啊 标题啊 还有这个注释 他都是有要求的 对吧 那你要求的话 你这个 你想绘制好的图形 你肯定就按他的要求走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指定这些东西呢 可以用这几个 直接给大家复制吧 因为敲代码的话会比较慢 我觉得上课 大部分时间用在敲代码 可能讲的知识点呢 就是掩盖你这个 讲课的知识点的内容 这个地方会图 指定在这个地方 设置图表的标题 它的也是非常 非常容易理解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title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标题啊 你如果 英语好的话 title肯定就是标题 对吧 标题 然后呢 x标签 y标签 是不是很容易理解啊 它也是比较人性化的 那还有这个 我们给它指定的标签 是什么样子呢 是叫做这个 就是平方数 对吧 还有我给它指定一个 值 指定一个 这个x轴的是值 y呢 是这个值的平方 然后再来设计一下 它的字体的大小 就是你给它指定这个 东西的 它会 它有个字体 对吧 那这个字体 大小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自己指定 fault size fault是不是字体啊 尺寸 尺寸等于24 用于好还是真的好 对吧 用于好还是真的好 如果你用于很好 那读这些都不是事情 我们先解释这三个东西 然后来运行一下 看它长成什么样子 现在呢 是长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的线的宽度是3 对吧 这个线的宽度是3 然后呢 标题是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标题 平方数 它比较大 因为我们指定的是 标题是24 还有呢 我们指定了这个 这个呢 是它的y的坐标轴 x的坐标轴 这是我们刚刚指定的 以及这种刻度 这刻度呢 我想跟大家在这个地方说一下 就是设置刻度标记的大小 这个12345 其实它也有大小的 那它的大小等于多少呢 我们等于14 就是和这个字体 你看 你看着 差不多对吧 你看这两个字体 它是差不多的 因为我们指定的都是14 你看这个就比较大了 这上面这个就很大了 还有的人说 老师这个title 不支持中文吗 支持中文 这个所有的东西 都支持中文的 只是 如果我现在写中文的话 它立马会出错 大家 咱们来看一下 好吧 我先讲完这个 就是 设置刻度标记的大小 这个参数 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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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常读着Ticket Ticket Paris 就是 坐标的 就是刻度 这个Ticket是刻度 这个刻度的 就这个小东西 刻度的参数 然后呢 我们指定轴 轴呢 是两个轴 我们都要 两个轴 我们都要指定 指定成是一样的 自己呢 是14 那刚刚有东西说提到 这个标题啥的 能不能用中文呢 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如果用中文 它肯定会出错 不是要出错 而是它不显示 咱们来看一下 你看 这个地方它不显示 这个也是非常 关键的一个 就是你辛辛苦苦 弄出来这个东西 结果它汉字不显示 对吧 那能不能让它显示呢 可以的 关于这个 是有一个文章的 我们来 这个知乎 怎么现在这么慢呢 关于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以前呢 是绘制了一个 云图 云图的时候呢 尤其是会涉及到 这一点 我们的文章 找的 就是这个 拿个网的数据可视化 大家也可以参照这篇 也可以当成你的这个 当成你的这个 当成你的这个 当成你的实战吧 在绘制这个东西 在绘制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指定它的中文格式 并且 为什么要摆入这个呢 因为 不是啊 为什么要找知乎这个呢 因为这个呢 在这个电脑上 它是可以运行的 因为在有些电脑上 电脑上字体还不一样 所以呢 并不是在每个电脑上都能执行 你看你的电脑上长成是什么 就是你的电脑上有什么样字体 你可以在这个上面来 就是配置它的绘图风格 这个东西呢 就是指定了 我的这个绘图的风格 字体的格式 你看是这个 微软的雅黑字体 你指定的话 它才会支持中文 因为微软雅黑字体 它支持中文 有些字体呢 它是不支持中文的 但是有些同学啊 我提醒一下 在你的电脑上呢 你可能指定和我的一样 但是呢 它不会执行 就是也不会显现出汉色 那你可以换一种字体就可以了 这是对于中文的处理 我们还用英文吧 这个用中文 我电脑上字体还要修改 咱们就用英文吧 用那种方程是可以修改 这个中文参数的 是的 不是调系统字体 我们的系统呢 它是有好多字体 我跟大家就是来看一下 就是在我们的电脑上 Windows电脑上 Linux我不知道在哪 这个Linux 没查过它的字体 在这个Windows上呢 它是有 你看这个地方 这有好多字体的 对吧 有的字体呢 它只支持英文 所以它不会显示这个汉字 但是有些字体呢 它是支持这个汉字的 如果说你还想 你感觉这些字体都不好看 那你可以自己在网上下载一些其他的字体 然后呢 再看这个东西 可以吧 你看这些 你可以安装一下这种字体 安装字体 这个就讲了这 这是我们的绘图 我们接着往下讲 修改文字和线条的粗细 这个讲完了 这个校正图形 就是我们来就是 修改我们的图形 给它增加一些标题啊 还有增加标签 那接下来呢 咱们绘制散点图 刚刚是离散的图 现在绘制这个散点图 主要呢 讲的是这个 不让它离散 这个地方呢 是连续的 它自动呢 给你连在一块了 把两个数据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两个数据的 不让它连在一块 就是用到的是散点图 最简单的 就这一句 这个地方写了 有时候我们要设置 各个数据点 或者是散点的 对吧 这个散点呢 是非常有意思的 大家等会可以看一下 我们今天呢 这个对于散点的 可能讲的比较多一点 咱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最简单的一句代码 我把这些呢 这些代码也发给大家 大家可以 你注意格式 你粘贴在你的这个代码里面 就可以 你的文本里面 就可以运行了 好那接下来呢 咱们是总共三行代码 来汇这个散点图 第一行呢 是导入模块 那第二行呢 就是散点图 这个参数该怎么来使用 你也可以查看它的这个API 就是官方的 它写的这个函数 你看 它的 上面是一个装饰器 我们下来这个 X轴 是吧 Y轴 然后其他的都是默认的 其他的都是默认的 包括这个点 颜色 这个颜色很有意思 还有这个CMAP啊 它也非常有意思 我们今天呢 会用到这几个东西 其他都是默认的 我们的X轴和Y轴 那你只需要给它X轴和Y轴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的是2和4 那运行程序 它可以指出呢 是中间有一个点 对吧 中间有一个 这是绿色还是蓝色呀 这是绿色的点 还是蓝色的 就叫它蓝色的点吧 应该是蓝色的 这是一个蓝色的点 对吧 绘制了一个点 现在呢 我们只是绘制了一个 那我们有时候呢 会绘制 这是大草原的颜色 有时候我们绘制的 不只是一个点 对吧 我们绘制可能有 成千上万个点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又设置这个格式 再跟大家讲一下吧 这个地方设格式 这个设格式 如果你刚才听的 比较懂的话 那这几个我就不再多说了 它是给它增加标题 做外轴加上这个标签 加上X轴Y轴 加上标题 这个呢 设置它的刻度的大小 这个都不讲了 主要讲的是这个S S它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小 这个点的大小 S它的 怎么会是点呢 S的英语叫什么意思啊 S 有同学能知道吗 S的英语为什么叫做 size对吧 应该是size 就是点的尺寸的大小 我们给它指定成200 那现在这个点就比较大了 这是绘制一个点 那我们接下来呢 应该是绘制一系列的点 使用这个怎么读啊 scatter 是吧 scatter 绘制一系列点 一系列点呢 给它指定两个 X轴和Y轴 直接复制 省时间 我也不敲这些代码了 因为这些代码呢 敲起来太费劲 还耽误大家时间 第一句导入这个 导入这个函数 导入这个程序 我们的这个库 第二个呢 给它一个 还是我们刚刚用的数据集 数据 X轴和Y轴 然后呢 绘制把它分别映射到 我们的坐标系里面 X轴 Y轴 点的大小是100 是100对吧 那接下来呢 绘制标题 设置刻度的大小 这个地方呢 想跟大家说 啰嗦一下 先来看一下好吧 先来看一下图 图形呢 是长成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 不是连续的点了 现在是一个离散的点 对吧 这个图呢 大家也可以保存 你可以点击这个东西 然后保存起来 这有一些保存的 放大的这种按钮 你看我还可以进行放大 把这两个图放大 再放大一个图 是吧 还可以点击 放大这种操作 讲哪一个 这个地方 后面必须要加点吗 是的 必须要加点 这个位置 它其实啊 这个我其实也 没有观察的太明白 为什么呢 它有这个 主坐标和次坐标 但是我画了半天 也没有找出 它到底有什么不同 所以呢 大家不要太在意这个东西 你也可以在下面呢 尝试一下 我画了半天 也找不出 它俩到底长成有什么样的 不一样 它位置参数呢 我们可以不要 它有三个参数 它主要有三个参数 但是这三个参数 我挨个都是了 并没有什么长得不一样 你看这个和刚刚 是不是一样啊 是吧 长得完全一样 这个位置呢 大家不用太关心 它还是主坐标 和次坐标的这种关系 想要深入了解的 你可以 仔细的研究一下这个参数 好吧 位置参数 这些呢 和我们上面的都一样 对吧 这个X轴和Y轴 只是 它的点的大小不一样 那我们接着往下讲 自动的计算数据 自动计算数据呢 就是我们刚刚指定的点的时候 这个大家注意要听 因为我们以后呢 会用到这些小的质点 你别不注意这些小的细节 等会呢 我们在项目的时候 这个随机漫步的时候 我们会要用到这种 小的支持点 并且呢 我们还会使用面向 对象的编程方式 我们第一个 手动计算 直接把这个代码 复制到我们的程序里面 程序呢 第一个导入模块 不多说 这个它是什么呢 有些新手可能不是要了解 这个Ringer 每一个知识点都给大家讲 讲一下 这个Ringer 这是iPad 咱们来直接看一下 这个List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内容 直接复制到这个地方 运行程序 它产生的是 从一到一 一到一千 之间的数据 这个Ringer呢 它产生的就是一个 可迭代的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呢 存储了从一到一百的 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把它给列表化 就是变成一个列表 给它显示出来 现在它也是一个列表了 对吧 那还有第二个 第二个呢 它是称为 列表推导式 列表推导式 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同学 他在这个写 循环的时候 你肯定就是 直接什么 Fall X 印 什么什么 反这个 冒号 对吧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一般写这个 Fall循环的时候 Fall X 想了 X 印 什么Ringer啊 这些 10 然后冒号 反这个 下一行 直接这个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这个X 这是我们一般写Fall循环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更简便的 方式去写 但是简便 它造成了什么代价呢 就是有些同学 他不了解这种写的方式 你看这种简单的方式来写的话 就用一行来 就是代替了 你不用才用Fall循环了 首先呢 列表推导师 肯定是列表 对吧 外面加一个中口号 代表列表 列表的形式 那后面 它没有这个冒号了 没有这个冒号 冒号去掉 把后面的这个执行语句 换到前面来 就提到前面 你要对这个X干什么 这个X要干什么 我先跟大家理一下这个顺序 X要干什么呢 它要从这个XView里面 就我们上面这个值里面 取出一系列的值 就是挨个去取 它从一 然后到二 到三 一直到一千 挨个去取 那取出完以后呢 把这个X 我们本来 它是不是要 要下面去执行这个语句啊 要冒号后面 对吧 它是要去冒号后面 执行这个循环体 但是呢 我们不要这个冒号 把这个循环体 直接放在这个地方 它就会执行X平方 就是每取出一个值 进行一次平方 这个两个 两个相乘号呢 在我们派生里面 它是平方的意思 那它产生的 是不是就是上面的东西的平方 是吧 上面东西的平方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给它绘制 绘制出两个图形 X轴和Y轴 点的大小呢 是40 并且呢 指定轴的范围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又指定了轴的范围 就是设定每个坐标轴的曲织范围 我先来看一下 你看现在是不是比较粗了 很粗对吧 然后指定这个轴的范围 X轴和Y轴的范围 X轴是 这个是什么含义啊 就这一行 它是加个中口号 也是以列表的形式 对吧 中口号 0到1100 从0到1100 就到这个地方 它是它的 绘图的 坐标轴大小 0到 这是X轴 X轴是0到 1110 1100 这是X轴 反了 X轴是这个 然后呢 是Y轴 0到 11 这好几个0 这是它的 坐标轴的大小 当然我们没有给它 加上这个标题 什么X轴 Y轴的坐标 大家可以自动的去加上 还有一点 我们绘制的是 离散图 对吧 还记得吗 咱们绘制是不是离散图呀 刚刚跟大家说过 咱们绘制离散图 那它为什么 感觉是一个曲线 是吧 这个地方是因为它 太挤了 都挤在一块了 你如果放大的话 它就 我给大家放大 你看 你放大以后 它是不是点了 本来它是一个离散的 只是我们的视觉 它都挤在一块了 它就是这个 太密集了 对吧 想要回放 可以的 想要回放的同学呢 再加一下我们的 小西老师 好吧 有急事 加上小西老师 录播完以后 可以把回放给大家 好 它比较密集 咱们不管了 可以指定它的绘图范围 这个给它关掉了 那咱们接着往下看 还有一点 我想给大家提醒的是 这个模块呢 它允许你给这个离散图 指定颜色 每个离散图 你都可以指定颜色 默认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 默认的是蓝色点和黑色轮廓 这是 这是它的文档上说的 也是官方这个 各种书籍里面都这样说的 但是呢 我看来看去 咱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没有看出它是黑色的 你没有看出来吗 这个书上说 它是这个 还有这个文档上说 它是黑色的 然后白色的是这个 蓝色的实心点 然后呢 黑色的 这个黑色的是轮廓 大家觉得这个是 轮廓是黑色的吗 就是它外面有一个圈 是黑色的 但是我看不出来 咱们就认为它是黑色的吧 这个 为什么要这么较真呢 因为在我们的散点图 当它数据比较多的时候 这个 少的时候还好 但是多的时候呢 黑色轮廓会粘连在一块 我还是看不出来 这个 黑色轮廓有粘连在一块 但是感觉还是有一点 感觉有一点 黑色轮廓给粘连在一块了 为了我们 为了好看嘛 我们要删除这个黑色轮廓 大家可以删除这个黑色轮廓 可以在这个里面呢 调用这个参数 把这个边界 edgy 边界 对吧 边界color 边界的颜色 给它等于 啥都不等于 就是去掉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 黑色的是坐标轴 白色背景 蓝色 十心线 黑色的是坐标轴 它这个黑色的点和黑色的轮廓 轮廓是这个 点的轮廓 轮廓是点的轮廓 有同学强行解释一波 这不是我解释的 这是这个 各种参考书 或者是这个官方文档上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看不出来 我确实看不出来 这个大纲资料在哪里 大纲资料是我自己整理的 如果你想去掉到我同学呢 加上这个参数 可以吧 不想去就不去了 对吧 这个不影响 这个不影响你这个绘图 我认为不影响 那我们 加上看一下 并且呢 自定义颜色这一次 给它加上这个参数 还有把它 自定义一下颜色 把这个给改了 X轴 Y轴 再捋一下 导入模块 X轴 Y轴 X轴 Y轴 C 大家还记得吗 C是color 对吧 C是这个color color的默认是等于 默认呢 是这个蓝色的 认为它是这个黑色的点 但是我看不出来 我也不强行解释 我也不强行解释 我是看不出来 我又不是说 这个真的看出来了 然后给大家强行解释 它是黑色的 红色的 然后呢 我们给它指定成红色的颜色 color 还有它这个边界 咱们给它去掉 它的S是它的点的大小 我们来绘制这个推行 现在呢 就是红色的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看一下吧 把这个给去掉 把这个参数给它去掉 给它去掉 看它有没有这种黑色的呀 还是没有对吧 我也是看不出来 它有这个黑色点 你看 放大也没有 你可以不加 可以不加 S参数 S是这个点 C是color 颜色的大小 下一个 我们也 这个也非常有意思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颜色 自定颜色 上面呢 指定是红色 那我们能不能 在我们的这个颜色里面 有个三原色 三原色呢 不要纠结那句话 老师肯定会纠结那句话的 因为这关乎 三原色有我们的 RGB RGB呢 R代表是红色 G呢 代表是绿色 就是green B代表我们的blue 就是蓝色的 红色 蓝色和 绿色和蓝色的分量 这三个 它是一个原组 我们以原组的形式 让它组合成一个颜色 这是组合的颜色 就是用RGB 三种格式来组合 我们来绘制一下这个图 不采用单纯的红色 蓝色 或者是绿色 咱们就是增添一些其他的颜色 这种是什么颜色 这种颜色我也不认识 这种颜色我也不认识 这就是这个颜色吧 就这样颜色 那然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里面讲的是 直越低呢 就是这个颜色 越接近于零 它的颜色越浅 指定颜色越深 越接近于一 直越接近一 指定颜色越浅 直越接近零 指定的颜色越深 如果都是三个零呢 三个零是什么颜色 三个零是黑色的 如果说三个一 大家猜也能猜出来 对吧 三个一是啥 是不是白色了 白色的 你看啥也没有 我们再把这个去掉 再把这个参数去掉 看它到底有没有 这个黑色轮廓 还是没有黑色轮廓 对吧 一片白 看不到黑色轮廓 接着往下 往下看 使用颜色映射 使用颜色映射是啥 就是一系列的颜色 我们可以把它映射到 我们的点里面 每个点都可以 给它映射颜色 咱们直接上代码 把这个点给它 写到代码里面 不指定坐标轴了 这句都有了 对吧 只需要改变一句话 还是这几个 再来捋一下 导入模块 X坐标 Y坐标 X轴 Y轴 C呢 是Y的直 C是Y的直 这个C 是color 对吧 刚给大家说过 C是color 那这个color呢 我给它指定一个颜色 就指定一个数值 并且把它 并且把它 来指定你这个颜色的深浅 把它每一个都映射到我们的点里面 这句话呢 是映射 就是color map 把颜色映射到每个点里面 这个点它的 就是这个值越大 它映射的值 映射这个 这个数值越大 它映射的颜色越深 我们来看一下 数值越小 映射的颜色越浅 这是我们刚刚会知道的图形 你看是不是随着我们 刚开始是完全接近于白色的 然后随着我们的绘图 那个Y的值的升高 这个Y的值升高 它的颜色越来越深 是吧 到最后呢 它接近于黑色了 这是C的值的 你看 这几个值呢 它接近于黑色 这是C的值的应用 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这些代码将Y值 较小的点为浅蓝色 就是Y的值较大的点 为深蓝色 以至于到最后都是黑色的 这个呢 就不用多说了吧 自动保存图表 也可以给大家 主要介绍这个参数 这个保存的图呢 你写一个名字就可以了 主要是这个 Bbox Bbox 这个是英寸 Bbox-英寸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裁减的意思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绘个图 它是有多余的部分 你看 这边界啊 它是有多余的 当然那你想保存 你可以直接点这个 然后保存起来 它是有边界的 我们可以把这种边界 给它去掉 我们看一下 手动保存 是长成什么样 来保存一下 现在应该保存了 现在应该保存了 咱们在这个里面找一下 手动保存 长成什么样子 应该是这个 你看它有边界 对吧 它有这些边界 白色的 如果你不想要 你可以这样 结个图也可以 然后呢 你也可以采用 这个命令去掉 我直接给它删来吧 也可以采用这个命令 就主要介绍 就是这一个 主要介绍 就是这一个命令 把周围多余的空白区域 可以给它剪裁掉 就这个命令 第二个参数 那接下来呢 咱们是随机漫步 随机漫步 它是 就是用我们刚刚学到知识 来进行一些 实战的操作 绘制一些 图形 并且呢 会涉及到我们的 类的知识 还有模块的知识 这个大家可以 综合的来听一下 什么是随机漫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也给出了介绍 它是什么自然界 物理学界 漂浮在什么花粉 受到挤压 还有空气中的分子 它都是 就是啥 随机的 是吧 它都是随机运动的 那我们可以模拟 这种随机的运动 我们可以用代码来编写 现实世界中的很多情景 首先呢 我们先要创建两个 创建一个类 这个类的 random random呢 有三个属性 x轴 y轴 对吧 当然呢 你还要给它 你要漫步多少次 是吧 主要是这三个 直 x轴和y轴 以及它的漫步的次数 这是我们下面的代码 这个类里面呢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主要包含了两个方法 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是这个 这是两个方法 后者呢 我们用于计算 它经过的点 就是你到达哪个点 散步到哪个点了 然后呢 这个方法呢 主要用于初始化 那它是一个 比较特殊的方法 在我们这个类里面 是称为解析函数 也称为初始化函数 它的作用呢 就是初始化一些东西 大家知道什么是初始化吗 就是你这个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就这个意思 你还没有 兵马还没有动呢 你这个粮草就要 先到位对吧 它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 你这个函数 你这些数据 以后要用对吧 你比如说 你想要漫步 就是要打印5000个点 要打印5000个点 你先要知道 你要打印多少个点 对吧 就是先告诉其他人 我要打印5000个点了 我先把数据呢 存储到你这个代码里面 先存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等我要用的时候呢 直接提取出来 这是我们的 init方法 它的解析函数 解析函函数 我们来直接 把它复制到 代码里面 如果敲的话 太费时了 咱们就这样来直接复制 from这个模块 然后导入 这个呢 random 它本身就是一个随机模块 我们导入 choice 它是一个选择模块 就是 它会随机选择几个数值 等会呢 我们要用到这个东西 第一个 定一个类 class 用于定生成类 类名叫做random worker 类名 大家要注意 一定要以手写的大写字母开始 那 可以不用大写字母开始吗 可以的 Q1 不可以的 同学 Q2 我来看一下大家的基础 掌握怎么样 可以不用大写字母开始吗 可以的 Q1 不可以的 Q2 哎哟 这些Q1的 你是怎么想的 我一说Q1的怎么想的 然后呢 就有好多人科了 就有信心了 对吧 我就是诈你们一下 你这个同学 0645同学 你还Q了这么多 我给大家统一做一下说明 可以的 可以用小写字母开始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出于道德上的考虑 你最好不要用小写字母 但是可以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一下 就不看了吧 这是基础的 对于我们这个python里面 这个部分有同学 可能听不太懂 对吧 你可能听不太懂 随机模块 然后畜生化函数 冰草 这什么 两草未动 什么 兵马未动 两草先行 就是它会先储存起来 先把你想要的东西储存起来 我们都储存了哪些呢 这是 生成一个随机漫步的类 接下来拿 出于化随机漫步的属性 这些属性值有这个 就是number point number point呢 我们给它默认的是五千 默认的是五千 然后呢 它把这个number points number points呢 直接复制搞 save的number points 把它复制给它 就是我要 运行五百次 我要随机漫步五百次 走五百步 然后呢 所有的随机漫步呢 都是开始于零零 从零零的位置 开始计算 这是save的 这是告诉它 我们的坐标 从哪开始 好 接着往下讲 这个给它关了 把这个图也关了 接着往下讲 接下来呢 再定一个方法 定义方法 刚刚试着这个 也是一个方法 它是一个处理化方法 也叫做构造函数 那不了解这个类的同学呢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这个类的知识 类在于你工作就业的时候呢 会经常的要用到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再重 怎么前段它的重要性都不会过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定义一个方法 来生长漫步所包含的点 它该怎么去漫步 就是前进的方向 在哪个地方 我们都给它指定 在这个坐标系里面 定义了这样一个方法 我直接把它给复制起来 你看这个这么多代码 如果说今天要打印的话 那要打到什么程度啊 对吧 我们今天肯定讲不了这么多知识 好 再定义一个 定义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 给它对齐 这两个对齐 对齐 然后呢 找到这个feel worker 那就是我们要漫步的 所实现的方法 然后给大家 这个屏幕还可以吧 字体的大小还可以吧 接下来呢 再解读这个 计算随机漫步 所包含的 所有的点 我们要给它算出来 并且 算出来以后 把它画到我们的图形里面 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画 把所有的点 它漫步的点都给它画 计算出来 首先呢 定义了一个 well这个条件语句 这个大家会吗 都是基础的 对吧 基础的内容 能看的 能看清楚啊 还有点小吗 可以改变一下 这个字体颜色 20 不懂的 同学 没有关系 因为这属于比较 高的知识 它是一个综合的应用 比较综合的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 又涉及到了 这个绘图的知识点 还是还会涉及到 类的知识点 还会涉及到 这种方法呀 这种基础 把所有的东西 都综合起来了 如果说 对的 你的基础太差 有这种意思 还是不错的 如果说只讲简单的 如果我把之前的 就讲上面的 那肯定对于有些同学 他有基础的 也不是很公平 对吧 肯定一节课 要有难的 也要有简单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用一个well语句 well语句 它判断的是什么 大家可以猜一下 你这个代码 可以自己看一下 LEA呢 计算的是长度 对吧 Java 几乎所有的语言 都用这个吧 都用well 它判断的是长度 如果这个长度 X X的长度 就是 X 大家注意 它是一个列表 对吧 它是不是列表 它是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的长度 如果它小于 我们的number points number points是什么 我画的图的大小 对吧 如果它小于 这个长度的话 那我就 不计算了 这个 我怪我情况呢 就停止执行 那停止执行呢 是不是只有5000个点了 如果它小于5000 就停止执行 那然后呢 我们 如果它不小于 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正常的来绘制 决定前进的方向 以及沿这个方向 前进的距离 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我自己 就是定义的 这些数据呢 不是一定的 你可以用来修改的 第一个就是 前进的方向 向左还是向右 向左还是向右 想起了一首歌 向左向右向前看 这个是啥歌 向左向右 向前看 爱要拐几个弯 才来 对吧 什么后来啊 遇见 这都不会 后来 没文化 真可怕 军讯 散了散了 接着 接着讲课 向左呢 就代表 就是一 向右呢 就是负一 为什么这样设置呢 大家可以 在后面可以看出来 然后呢 每一次走多少距离 每一次 这个函数我就用到了 这个函数是啥意思 choice 选择的意思 用用好的确实是真的好 但是用用不好的同学呢 也没关系 你也可以学会编程 就查字典 是吧 查词典 choice是选择 它是在这个列表里面 每一次选择一个知识点 不是啊 每一次选择一个东西 每一次选择 比如第一次 它选择一个一 下一次可能还是选择一 再下一次 它选择的可能是零 这是每一次选择一个值 是啊 我是麦洋老师 你这听这么长时间了 还不知道是谁 哎 好 选择一个值 选择完以后呢 我们用他们两个来相乘 这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吧 跟着我的思路一块 你看 如果我这一次选择是二 那二乘以一 它是二对吧 二乘以负一就是负二 就是向左 向左行两个位置 如果是一的话 就是向右行两个位置 对吧 这个明白吧 明白的东西 好久没有QQ1了 好久没有QQ1了 随机选择 好 那接下来呢 向左向右向前看 是吧 哎呦 拐几个弯子才来 那我们开始向上看了 向左向右有了 向上向下 这个很容易理解了 对吧 向上走多少 向下走多少 走多远 这是外轴的 这很容易理解了吧 接下来呢 拒绝原地踏步 你如果说 它一直在这一个点 那我们只能绘制这一个 对吧 我们还要给它 再来判断一下 拒绝它原地踏步 怎么来拒绝呢 你看有一个 X轴的 就是这个位置 外轴的位置 如果X它不是零 这个是零 对吧 我会选择一个零 这个是零的话 和Y等于零 它就继续 跳出这个循环 对吧 跳出以后 继续来循环 这个continue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是不是跳出来啊 对吧 跳出来 跳这个循环 然后进次下一次循环 不让它等于零 当然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指定 你把它 直接指定成这个 没有零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了 返回Y 反回Y循环 把它跳出来 其实不止零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也可以 也是一种方法 然后呢 我们来计算一下 下一个点 X轴和Y的这个值 我们刚刚就是已经计算出来了 然后这个算出来了 算出来以后呢 我们是 哪一个 我们把刚开始这个 我们刚开始是不是零啊 我们初始化的时候是零 对吧 这个X的值是零 然后是零以后呢 我们给它取出里面最后一个元素 就是零 对吧 给它加上这个元素 加上以后 这个NEX的 这个值是不是就变了 它变了以后 它就会有新的值 对吧 它会追加到这个地方 并且呢 我们在最后面呢 把所有的坐标都给它追加进来了 就把下一个点的坐标 你看 本来是第零了 对吧 我们本来是 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 大家仔细的看一下 本来是零零对吧 零零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取出来一个 负一 就是取最后一个元素 取出来以后呢 加上这个值 是我们第一次运行出来 它上下左右 产生的这个位置 然后就是X的位置 然后Y的位置 得到以后 给它追加到这个列表里面 这个Xview views 它是变长了 对吧 又变长了 那变长以后呢 就是变两个元素了 就是追加了一个嘛 变成两个 然后下一次 我还取出最后一个元素 再给它加上下一个元素 就这样一直的重复 一直把这个列表填满 填到五百次 这个大家明白吗 明白了 Q1 一直填写这个列表 把这个列表追加起来 明白了Q1 不明白了Q2 没人明白吗 还是弹幕有延迟啊 五千次 是的 五千次 很明白是吧 为什么要加起来 延迟得有十秒 你不加也可以 但是你不加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个重复 就是两个点它会有重复 我们为了不让它重 我们给它加起来 加起来成功概率是不是就小了 如果你不加的话 它会有重复 好 这样我们这个模块就定义好了 除了定义这个 这个给它关了 这个模块就定义好了 这是一个模块大家记得 我给它改一个名字吧 因为我们还要再定义一个模块 好 这个地方咱们也要学到新的知识点 这个是DEMO4对吧 DEMO4 我给它来定义一个模块 这个RandomWalk 好 咱给它改一个 诶 重命名在哪啊 我的天 重命名在哪 发给了小西老师 重够啊 在这儿 不经常用这个 不经常用培价姆 RandomWalker 我看看是怎么定义的 应该这样吧 好 重复 真的重复了 真的重复了 好厉害啊 是的 都出去玩了 只有我还在讲课 你说谁 是谁 在他们出去玩的时候 还在给你们传授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是很 诶 它不在一个座标里面 它不在一个目楼下面 我定义这个文件名呢 是随心所欲大法 这个大家不要学我 太随性了 这样不好啊 我只要的是快 就是给大家写代码快 不耽误时间 好 下面这个代码 就是绘制随机漫步了 咱们来给大家讲一下 直接把这个代码复制进来 导入这个metaProLab模块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写了 是不是这个模块 就是在你的电脑里面 怎么导入你自己写的模块呢 random模块 这个名字没有错对吧 random worker-worker模块 import是什么 让大家明白 我们经常做的都是什么事情 我首先呢 给大家打开这个文件 pyplot pyplot 这也是一个文件 你看到没 它是一个py文件 对吧 你看我们这也是一个py文件 所以呢 我们平时导模块 就是做的这样一个事情 把别人写好的东西 给它导入进来 然后直接使用 这是我自己写好的 然后导入进来 也可以使用 你这个是不是很神奇啊 那它这里面呢 你看我们就用了这个参数 对吧 只不过它写的比较多 因为它为了一个完整性 它写的比较多 那我们这个呢 这个是 咱们自己写的 它就比较 写的代码不多 对吧 也很容易理解 这是它的 这是别人写的 这是我们自己写的 导入这个模块 然后我们平常导入的 都是什么东西呢 咱们再打开这个模块 导入是不是这个类啊 是吧 我们刚刚定义了一个类 它导入的就是这个类的东西 类的名字 是吧 你看类名 Random Worker 就这个类名 就是从这个里面导入这个类名 那这个类名里面有什么啊 是不是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 init方法 是这个 init 它是一个初始化方法 大家不用调用 它就会自动执行 它是一个冲钱玩家 这个方法它比较厉害 它是冲钱玩家 人民币玩家 就是你不用调用它 它就可以执行了 那这个方法它就是一个普通玩家 你必须调用它 什么是怎么调用呢 就是在我们平常 你看这个 这个对吧 MetplotLab.pyplot 它是不是就是调用啊 点就是调用 那我们要调用这个 非人民币玩家的话 也要采用这种方式 你首先呢导入这个模块 这是一个类 对吧 这个类里面呢 它有一个 我们给它说明一个实例 把它转向这个RW RW.R 哎我就要调用这个方法了 我要调用我刚刚写的这个东西 是吧 把它调用 调用出来 就这样来调用 那有同学说 init 不是 这个不是都要有 你如果想要使用处置画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 你也可以不用 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也 对 这个是我们的VIP学员啊 充钱玩家 想要获得本节个视频呢 去找这个小西老师 好 那咱们接着往下讲 嗯 调用这个类 这个类里面没有参数 对吧 哎 这个地方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 哎 有同学 新手同学可能会有一些迷惑 这是不是有个sif啊 那sif不就是 啥 参数吗 不就是需要我写的参数吗 啊 其实不是 sif是什么呢 他其实是这个实力对象 啊 你以后就明白了 这属于我们的进阶内容 要讲这个东西 可能要讲好长时间 他就是大家记住 他是一个实力对象 sif就是实力对象 对的 是实力 这个爬虫 挡 加飞 也会 是吧 嗯 而我们调用以后呢 所以这个地方没有我们的东西 我们调用以后 直接用这个plot.scatter 是scatter吧 然后绘制 绘制的时候呢 调用里面两个东西 RW 这是变量 在我们的类里面呢 它有两种变量 第一种变量 这个类里面讲的就很多 这是普通字段 就是普通的变量 那还有一些高级的变量 静态变量啊 就是在类里面 你这样来定义 A等于B 它 A等于B A等于C A等于7吧 这是静态变量 嗯 这个是 就叫静态变量 也称为类变量 这是两种的变量方式 我们如果调用这个 它的调用方式还不同 你如果调用这个 静态变量 这个啥 我都搞晕了 普通变量 采用这种方式 你可以用实例来调用 类变量呢 类变量只能用这个类 类名来调用 搞晕了我 RW 咱们就先学这一个吧 就是调用类的 类里面的普通变量 普通字段 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RW.XView RW.YView 这个里面它在哪呢 你看它循环以后 我们是不是定一个方法 然后它循环完以后 是不是有这个值 这个值是一直在追加的 对吧 一直在追加这个值 这个值一直在追加 所以呢 我们来 绘制这两个 它的大小是不是15 欢迎周涛 周涛都来听我们课 S等于15 是它的点的大小 我们来绘制一下 看能不能绘制成功 哎 绘制成功了 绘制的是不是比较丑啊 对吧 有的地方呢 是比较密集 有的地方是比较浅 这是 你看从零开始的 对吧 这个地方是零零 从这个地方开始 然后 它一直向左走的 一直向左走 走到-500 我们先把这个图给它截个平 我先放到一边 然后呢 咱们再来绘制一下 每次绘制的图都不一样 你看现在又是这样的 现在这样 咱们来对比一下这两个图吧 从零零开始 零零开始 然后 向左向又有它自己移动的 这是两个图形 大家来对比一下 大家来对比一下 我截个图 好 来对比一下 是不是很不一样 是吧 并且它坐标轴也不一样 这个是走到了-500 这个只走到了大概-200的样子 这个每次或者图都不一样 那这个东西呢也不好看 对吧 我们给它会更好看的 更好看的是给点着色 就是我们刚刚的讲过的 这不好看啊 我觉得不好看 下面的图我认为比较好看 下面这个给点着色 我们刚刚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学过啊 给这个颜色映射 我们如果能给每个颜色映射 那就好看了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有个给点着色 给点着色呢 我们用到这个C参数 参数C 参数C 然后给它 指定我们 1到500 因为它总共是500个字 对吧 就是1到500个500次 然后我们用这个 刚开始绘制的1 就是刚开始呢 我们让它浅颜色 往后绘制呢 让它是深颜色 我们用这种方式 来进行绘制 把这些代码呢 复制到我们刚刚的地方 再来捋一下这个代码 首先呢导入这个模块 导入我们自己写的模块 然后呢 创建一个实例 实例呢 调用我们这个模块里面的一个 Fundwork参数 然后调用这个参数以后呢 咱们给它 这个point 这个大家给大家讲一下 point number point number 是这个ranger 已经讲过了 对吧 它是 rw.number points 是500 刚刚也已经讲过了 如果你注意听的话 是5000 如果你注意听的话 5000 然后呢产生了一个列表 从0到5000 对吧 从0到5000 然后呢 x轴 y轴 c呢 是这个我们映射的数值的大小 映射数值大小 然后c point numbers 然后呢 cmap map什么颜色呢 还有这个blue 就是蓝色的 不是绿色 这个值呢 可要可不要 相信从刚开始来听的东西 也已经了解了 对吧 我认为这个值可要可不要 然后呢s呢 是15 15代表它的 s是size size size是大小 size size 大小 size 大小 好 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老师你这个markdown能发出来吗 等会呢我会上传到我的知乎 好吧 哎 现在我觉得就比较好看了 对吧 呃 因为从浅颜色 你看从这个00 大家注意 在这个00的地方 有一个叫00的地方 00的地方 对吧 呃 然后呢它开始绘制 绘制呢 跑到这边呢 它是我们最后绘制的 它比较清楚 是吧 你看这边就比较清晰 这边呢是比较 呃就比较模糊了 呃 越来越这边 就是我们最后绘制的 这边呢 是我们刚开始绘制的 这是随机漫步 呃 再来绘制几次 呃 这次又不一样的吧 呃 呃 又是从00开始 你看它走到这边 还有还有颜色 然后越来往呃 呃 往这边 还有重复的这些 又回去了 这也是一种绘制方式 知乎 挖杰基小王子 呃 第一个就是我 呃 等会啊 等会给大家啊 呃 这个专栏就是我的 这专栏就是我的专栏 等会呢 我会上传到这个地方 可以吧 好 那接下来 接着讲 呃 绘制我们的起点和终点 啊 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从哪开始 从哪结束的 我们不都是点吗 这点啊 都是从哪开始的 从从00开始对吧 我们指定了 它就是从00开始 那从哪结束呢 咱们给它指定一下呃 再来捋一下程序 导入模块 导入我们自己写的模块 呃实力化对象 实力 调用实力化 这个我们自己写的模块 里面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主要用于绘制图形呃 绘制图形的坐标 然后呢呃 呃这个我们点的绘制 呃 点的映射的 然后呢突出起点和终点 单独的来画 就是我们要把两幅图 合在一起呢 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把两个图 合在一起 你看我上面是不是画了好多图 对吧 画了一张图 下面呢我还想再画图 你还可以接着画 他会把这两张图合在一块 然后接着画 啊这也是 这个是不是零零啊 零零是我们的开始的地方 然后呢颜色是大家最喜欢的绿色 嘿 你们最喜欢的绿色啊 值得大家是五百 值得大家是一百 并且呃 终点我们取最后一个值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值 对吧 X值 Y值 然后呢 最后这个点呢 颜色是红色 呃 这个边界我们还不要 这个边界我看不出来 还有大小是一百 然后 这个明白吧 来绘制一下 诶 现在呢 又产生了一个推行 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从这个地方结束 就这样来绘制的 嗯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啊 我现在呢 是突发奇想 突发奇想 是什么呢 能把这个改了吗 改成plot吗 这改了可以吗 大家觉得这改了以后 会是什么样子 我前提是我也不知道啊 这些参数我们先不要 嗯 我是突发奇想 这改了以后 会是什么样子 会连在一起吗 没人说话了 会是吧 咱们来实践一下 诶 会了 这个就更骚气了是吧 你看这个红色点还给我隐藏了 你看他给我 他给我 他给我 这感觉像一个龙 对吧 还挺像的 是吧 像一个龙 正好随机了一条龙 这个可以发给大家 诶 不能发图片吗 怎么不能发图片啊 哦 这个图片还有大小限制 发个小的 开了 开了的 好 再来绘制一下 看还是不是龙 这个就不是龙了 这个 啥也看不出来 是吧 好 再来绘制一下 嗯 这个就比较丑了 第一次绘制还不错 对吧 这是我们突发奇想 给大家绘制的 好 那这个 应该是就 讲到这了吧 啊 啊 这个啊 隐藏这拍轴 这个不想讲了啊 今天啊 那种也很多 这个隐藏这拍轴 就不讲了吧 就加两个参数 就隐藏了 还记 啊 记讲就讲完嘛 加两个参数隐藏 隐藏 隐藏 这个 嗯 plot. 这个轴 是隐藏的吧 这个轴 然后调用它的实力 实力对象 然后里面有个类的方法 这个这个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set是否可见 不可见 我们这个轴不可见 来运行一下程序 轴没有啦 对吧 这个轴的坐标是不是没了 啊 这是没了 啊 不是说我们讲完了呀 啊 是说我们这个地方不想讲了 我觉得它不是太重要 啊 下面还有好多呢 下面高级模块还没学呢 啊 下面还有好多呢 把代码直接发给大家吧 这个代码 呃 应该没了吧 好我们再来绘制一下这个散点图 散点图 这还是像一个 像个东西对吧 像一个啥东西 好 散点图是这样 没有坐标轴 这种是没有坐标轴的 好 就讲了这 呃 那接下来呢 还有好多更充实的内容 啊 这个哎呀 怎么还有这些 好我们接着耐着性子讲 好吧 调整尺寸以适应屏幕 这个是我们要调整尺寸的 因为有些的 呃 屏幕的大小可能不一样 那大小不一样 该怎么调整呢 啊 除了你可以隐藏这些坐标 直接把它复制代码 啊 所以呢 今天的课如果说是 呃 敲代码带领大家 那要讲到什么程度啊 这行代码导入模块 呃 导入我自己的模块 然后实力 调用方法 设置窗口的尺寸 啊 这个 飞格 飞格呢 它的意思很多 它有一个意思叫做 呃 尺寸 是吧 还有材料的意思啥的 好多 它这个 是尺寸 然后呢 呃 飞格Size 图片吧这个是 然后图片大小 我忘了它是啥意思 好像是图片还是尺寸啊 呃 图片的大小 图片大小是 呃 宽 10 高是6 好来运行下 其他的都一样 其他的呃 呃 没有什么变动 就这一行 就这一行代码 我就增加了 我来运行一下 诶 现在是这样了 对吧 现在是这个样子 呃 我自己标了一个尺寸 还有同时加标签 加标签也可以啊 我们在刚开始 是不是已经加过标签了 那我在 这个地方再给大家指定标签 指定标签就可以啊 把这些标签都指定上 来再来加一个标签 啊 运行程序 啊 我这个不可见 你看这个是不是又有了啊 啊标签啊 这是简单的标签 标签也可以加上来 好 接着往下讲 接下来呢 是这个 呃 校正 哎 不是校正推行啊 这个跑到这了 调整这个 呃 尺寸以适应屏幕 呃 由于电脑上不同啊 图片不同 达到正向我们可以这样做 可以这样做 好 呃 进入第四个阶段 嗯 Mate 跑来部 进阶阶段 就是这个 呃 4 还是4啊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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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模块呢 我要看一下 我有没有安装 啊 大家也要安装 都要安装的 我来安装一下这个模块 在这个 PathCharm里面怎么安装呢 也可以学习一下 版本控制 诶 啊 项目啊 就这个项目啊 就这个 诶 诶 这这采用的有吗 应该没有吧 除了我会讲这种课 呵 小老师应该不讲 我来增加几个 S-E-A-B-O-R-N C-B-O-N 这个 但愿一下就安装成功 好 我现在呢正在 安装模块 啊 正在安装模块 你们也要安装 这个模块啊 还是很重要的 嗯 它绘图 呃 大家注意这个模块 它不是代替我们的MetaproLab的 它是这个辅助的 它绘制起来更方便 绘制图形更好看 嗯 还在安装 这有这么慢吗 我看一下这原地这 你们有没有安装啊 你们有没有安装啊 呵 呵 你安装完了 你这个网斯太快了吧 呃 呃 我之前忘了安装了 好 让它自己先安装吧 好吧 呃 嗯 从而使得我们的做图更加容易 在大多数情况下呢 它使用这个呃 这个东西做出来图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呃 用这个啊 啊 我们来换个圆 换个清华的圆 不过这可惜了吧 这个要删了吗 原本的圆要删了吗 在这个里面 有同学知道吗 删了 我怕我删了 那个啥 其他老师会 其他老师会打我 咱们来试一下 安装啊 重新来启动一下 因为只有他们 经常用这个 这个 等吧 交互是啥意思啊 什么交互啊 都一样吧 我没看过哪个更快 都一样 好 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知识点吧 先不耽误这个知识 耽误学知识 第一个呢 安装 类似 安装方式啊 类似于我们的Metalware Lab 在Windows下和Linds下呢 我们可以采用PIP的方式进行安装 首先介绍第一个 第一个参数 这个 set style 英语的意思就是设置格式 对吧 设置样式 什么样的样式呢 它是用来设置主题 就是 这个东西有五个预设好的主题 预设好的有这个 黑暗风 白色的风格 这个黑暗的风格 还这个 这种网格的 带网格和不带网格的 还这个 Tickets 默认的是这个带网格的 黑暗的风格 我们来 看一下 安装好了吗 这个没有安装好啊 延时了 这是我的代码 应该是 这是我的代码 好 我的代码可以随便改 应该是没有安装成功 运行666 去了这个模块 我们用PIP来安装一下 找个原地址 你这个错误 没有这个值 那你错的可能很多 我刚刚看错误也看不出来 你没定义吧 是不是这个值没有定义啊 我换个镜像呢 我换个镜像呢 我换个镜像 是吗 不可以 我换个镜像 是啊 有点 你就356 你不可以 这应该不是镜像的问题了 还真是镜像的问题啊 Cypad没有安装 是不是这个 你看这个没有安装 这个只能靠国外的吗 这是不是只有国外有啊 国内安装不了啊 阿里云呢 这不行 你就是清华的对吧 可能我们的网络不一样吧 这太慢了 这个 这个也太慢了 安装到什么时候啊 是啊 我就在这样安装 但是要37分钟 这个就安装的太时间长了 让他先安装吧 咱们直接看这个命令 高级的可能还看不成 高级的才有意思啊 你这个我都试过了 你别逗我了 加上这句就可以了 你家后面都一样啊 这样就对了 这样就对了吗 这样就对了吗 都办的 这样就对了吗 这样就对了吗 都办的 你的豆瓣怎么和我的不一样啊 你的豆瓣怎么和我的不一样啊 我们看能不能安装成功 哦 这个还没安装 好吗 它中间出现了一个红色的 没有 好 安装了这个了 安装成功了 咱们来运行一下 在那个 解释器嘛 这个又没选择 绘织出来了 绘织出来了 总共呢 这样呢 是我们的带网格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 白色的网格 我们可以 默认的是灰色的 对吧 大颗 大颗颜色 咱们再来汇集一下 全是大神 这是默认的颜色 就是灰色的网格 产生这样的 如果安装好以后 咱们就可以 给大家 这还用解读吗 不用解读了 对吧 plot 只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加了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它用于绘制这个 增加我们的主题 它的风格 增加 就是改善它的风格 那我们接着往下讲 赶快讲 直方图 直方图 直接把代码复制过来 第一个导入模块 导入这个模块 导入Panels模块 哎呀 这个模块我还要给大家 有同学想不想要这个模块 这个圆尾花集数据集 圆尾花数据集 你是可以收集到的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在哪收集的话 你可以找我们的老师去要 这是圆尾花数据集 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数据集来绘制这个图形 绘制的还是比较好看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圆尾花数据集的同学呢 我给大家找一下这个小溪老师 你去加小溪老师 可以获得这个圆尾花数据集 课后呢 我会把这个数据集打包 以及把我们本节课的视频也打包 好吧 那我先来呢 指定它的路径 圆尾花 大家知道是什么花吗 圆尾花数据集 是一种花 是圆尾花 我们给它导这个圆尾花 导圆尾花数据集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可能有些同学不太了解 数据集的概念 数据集呢 它是这个相当于 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看到的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Excel表 这个表呢 我想取这一列 这里面是有这个表头的 它这个列名叫什么 这是它的列名 好像这是花 这个花饿的什么的 我也不认识这个单词 什么的长度 它什么花瓣呀 花饿的长度啊 还有什么其他花呀 然后它根据这些花不饿 花瓣 什么的长度呢 它可以分类 就是分类 你这个圆尾花 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花 它是可以进行一个分类的操作的 我们给它拿到这一列的 就是什么长度 大家可以摆读一下这个单词 什么长度 然后这个是密度线 还有这个边际毛毯 它都是什么概念呢 先来绘制再说 绘制出这种图形 这种图边际毛毯呢 我们每给大家绘制 它在这个地方 等会看一下吧 这是它的和密度曲线 它是有一个公式的 和密度曲线 你可以自己下去查一下 和密度曲线 因为我忘了 我忘了这个和密度曲线 咋算了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RUG RUG等于 TUE TU TU TU1 TU1 我来绘这个 边际毛毯是啥 啊 边际毛毯呢 就是 冤尾花呢 它是一个离散型的数据集 离散呢 就是它每一个数据的 它的分布的位置 具体的分布的位置 它的大小 它的分布在这个地方了 呃 多的地方你看 它 这个从 0点 从1到2之间 你看它分布的点是这些 然后呢它的 呃 多少啊 对吧 它比例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的比例多少 它是这样来分布的 这称为边际毛毯 啊 接下来 相形图 啊 相形图呢 可能又要扯一大堆概念 所以呢 它和数据分析其实是联系非常紧密的 啊 咱们来绘制相形图 这个操作啊 大家知道啊 啊 不用再解释了吧 编辑毛毯 这个 选择这一列 好 接下来再来绘制一个 啊 导入刚刚的那个 哎 啊 我把这个 哎 这个坐标怎么复制啊 我把这个坐标 给它 写到这 啊 把坐标写到这 然后呢 复制它 来绘制这个相形图 相形图第一 嗯 导入模块这三个 然后呢 导入鸢尾花数据集 然后导入这个鸢尾花 这个分类 这是它的品类 它品类类型 那接下来呢 导入这个 这个啥 我不认识 什么的宽度 咱们就暂且认为 它是花鳄的宽度啊 不是花鳄的宽度 然后来运行一下 这是相形图 相形图 它有几个 重要的点 先 我们先 先简单的说一下 这上面呢 是它的 上边界 这是下边界 下边界 然后呢 上面是四分位数 这个是 下四分位数 中间呢 是中位数 这其他的呢 都是一些离散的值 就是 可以称为那种啥 离意值 就是它比较远嘛 这个明白吗 这个相形图 上四分位数 就是你这个数据集 有百分之多少 占在我们的前 前百分之四十里面 前百分之二十五 这是上四分数 还有下四分数 还有下四分数 中位数 这是相形图 股票 K线 这个股票K线 我就不懂了 我不懂这个股票K线 然后呢 然后呢 是联合分布图 联合分布图 这个图也非常好看 哎呦 大家稍等啊 我把这些值 我把这些值都给它换一下 给它替换一下 这个文本给它替换成我想要的文本 替换成这样 好 全部替换 替换以后相形图 联合分布图 联合 来复制一下 代码还是这么多 导入模块 这个东西 这个是两个数据集 联合分布嘛 它要 两个变量 不再是单一的变量了 两个变量呢 它长成这样的 呃 这边是 外轴 你可以说 y的分布 这边是x的分布 然后它的联合分布呢 是这样分布 呃 这个叫做什么 p-thel 什么系数 这个系数呢 忘了怎么计算的了 还有这是 p呢 是它的什么误差 这个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仔细的研究一下 尤其是想学数据分析的同学 呃 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 因为我们下面呢 还会介绍的这个 应该叫做 呃 什么函数 这是它的 联合分布 就是两个变量的图形的绘制 就用这个 join join plot 用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绘制 联合分布 呃 联合分布的时候呢 如果不加点也可以 我们我们刚刚是不是用点来显示的 呃 不用点也可以 咱们不用点的话 用这个 呃 看的等于 这个六角形来绘制 呃 运行程序 他现在呢 是用六角形 就是来展示的 他是 你看这种 如果它的关联性 两个这个 两个数据集 它的关联性 就是一个列 这两列呢 它比较关联性比较强的话 它是黑色的是吧 你看这个 呃 来接个图 这个 和这个 它的关联性可能比较强 啊 这是六角形绘制 呃 接下来 热力图 热力图呢 啊 皮尔逊嘛 卡尔皮尔逊这个参数 热力图呢 如果你想绘制的话 先要了解这个 呃 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我就 不过多介绍了 不过多介绍啊 可以多个因素 可以的 啊 等会就绘制 这列图我就不多 啊 皮尔赛 皮尔逊这个相关系数 这是它的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 啊 详细了解的话 自己去看概论与数理统计啊 我只能给大家总结到这么多了 这是它的相关系数 你自己去摆渡我好吧 我不跟你解释什么含义了 呃 这个我还是记得的 这个斜方差 还有这个方差 诶 啊 这是方差 方差的计算 你要计算它的期望 呃 我们直接绘制吧 直接绘制这个 然后用哪一个呢 这个地方呢 是计算它的斜方差 斜方差的就是两个东西的关联性 大家还记得这个吗 如果两个东西是正相关 正相关 啊 就是 你越强他也越强 对吧 这种称为正相关 呃 这个理解嘛 理解的同学 Q1 不理解的Q2 这个还记得吗 相关 相关性的 呃 呃 它的在0和1之间的吧 如果越接近于呢 这两个东西它 越相关 呃 当然不能说 它是这个正台相关 不是啊 它这个线性相关 我们不能说它是线性相关 我们只能说它是相关 呃 并且相关的时候呢 有可能是线性相关 呃 让线性相关更容易 是吧 它也可能是其他的相关函数 呃 这是相关性 好吧 我只能跟大家说这么多了 好 然后啊 计算它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呢 平方 啊 平方 然后这个是线的宽度 啊 这是 是否指定它的这个 指示 我们直接来绘制吧 来绘制出来 呃 就这个 这个叫啥 就这个叫啥 等高线 对吧 这是不个等高线啊 呃 是否显示这个啊 我们显示 这是它的相关性 这是多个变量的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这个 大家注意看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 和这个单词 它是一样的对吧 那肯定相关啊 那太相关了 它们两个数据都是完全一样的 重叠的 肯定是线性相关 唯一对吧 唯一就是线性相关 那不唯一呢 它可能是其他的相关函数 这唯一 线性相关 这个明白吧 那其他的呢 如果它越坚异于 你看 我就觉得 它们两个是有一些什么关联性的 你看 这个花瓣 诶 诶 它们一样嘛 这个长度和这个宽度 它们两个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你看 它们 0.96 简直就是线性相关了 对吧 是不是接近线性相关 那还有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取前四列 这是一个数据集 我给大家打开吧 感谢大家现在还在听课 我给大家 这个数据集呢 打开这个数据集 行和列 就是 它本来是有五列 我只取前四列 这是我的代码的含义 只取前四列 这列不要 这是代码的含义 好 来运行一下 就讲到这吧 好吧 就讲到这了 这个图就讲到这 还有下一个图 下一个图是多变量图 也是我们终于讲到最后一个图了 我们的多变量图 刚刚有人问 老师能画多个图吗 能画多个图 可以的 我们来绘制一下这个多个图 哎 这个坐标没有换啊 是吧 好 我来先换一下这个坐标 把这个坐标给它换一下 好 换一下这个坐标 然后呢 再来复制一下这个函数 呃 我们的默认颜色 这不是默认的吧 不管了这个 这个 这个是使用 HUG 就是你选择哪一个作为分类 HUG 哪 用哪一个来作为分类 我们选择这个列来进行分类 这是整个数据集 我想把所有的数据集 我想看一下它的相关函数 相关的这个 相关性 我们来运行一下 Pair Plot 它是会是成这样的 就是把所有的函数 这个图显示不 显示不了 呃所有的参数 都给它进行一个相关性计算 你看 有些值 因为我们肉眼呢 可能一下子观察不出来 你就比如说这个值 它是不是成线性相关的 你看 它是往上扬的 对吧 是有一个曲线的 成线性相关的 你看这这种变量呢 它就不是成线性相关的 这种这种图该怎么来看呢 这种图你看一下 这个它这个宽度 还有这个宽度 你看它们两个 就不是成线性相关的 对吧 它离散的 它没啥规律 你像这种 这种呢 它很显然有很强烈的相关性 这个值有个 你看这个 长度和这个什么花鹅的宽度 它很很强的相关性 对吧 但是线性相关的 你看这个也是线性相关的 这种图呢 很容易去观察这个数据 它们之间是否相关联 像这种一盘散沙 它又没有什么可关联的 你就可以不用思考太多 没有什么规律 你用什么拟合函数 也不行 对吧 好 应该是就讲到这 讲完了 应该没有了 下面是没有了 讲完了 没有弄那个错误 一直敲代码 跟不上技能 是的 一直敲代码是跟不上 对 是觉得论文的图太楼了 其实做 只是这 数据可视化呢 也有好多其他的模块 我也使用过 大家也可以去采用其他的 包括这种动态的图 也可以绘制 我这一次没讲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给大家讲下 这个动态的图 这个Word 图片怎么生成 比如需要 GPG格式的 这个图片 你可以直接保存的 图片你直接保存 它有保存按钮的 按钮呢 我刷按钮它又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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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这个按钮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函数 我们可以 自动保存图表 用这个函数来自动的保存 用这个命令 C5FFG 来自动保存函数 写程序的工具名称叫什么 写程序的这个是吧 这个叫做PyCharm 你可以找我们的肖肖老师去 去找他 好吧 接下来呢 应该是讲完了